一个S686,一个S1897,这俩最惨喷子,改进都没有 不过是真便宜啊,这S686才三万多 掉十把也才三十万,当然我不可能成何那么多次 枪都安排这么便宜了,配件给它安排贵点的 带把榴弹枪,防止S686秒不了人 虽然爆发超级高,但毕竟只是完好 两喷再加一发榴弹下去,就算六级也得秒了吧 有可能都用不到榴弹 什么都不管,抓紧时间,有机会第一个进地铁 果然是第一个,现在有两个选择 在这六人或者直接进去,六人把握很大 但我没耐心 啊,这都秒不了 抬头的时候应该只去一发 不管了,先开箱子,金条到手才是真的 这也太穷了吧 按照经验,这个时间不能再逗留了 先去图书馆才保险 图书馆这个位置打凝食膜最安全 基本处于无敌状态,来人也不怕 刚把凝食膜搞定,外面就来人了 这可真及时 不过我喷子射程太近,只能靠榴弹 不曾想敌人太配合了,自己送上门来 这他还有活路吗 嘿嘿嘿嘿 来了来了,仗着自己是六级甲 就想跑来欺负我这喷子啊 究竟是他太天真,还是我引火烧身 拿了吧你 诶,哪去了 我姿势都摆好 就这 他觉得自己失误了,还想来 真的投铁,就喜欢这样的 nice,中一枪加一发榴弹 轻松搞定六级 看来很轻松啊 他有点浪了 知道我是喷子还过来 这下爆红了吧,甲都掉了,不摄板也掉了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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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继续开图书馆,边开边等着 开始肥起来了,转运了 好家伙,这条蓝图这么多谁受得了 图书馆可比外面肥多了 这下满意了 好了,可以返回了 但愿别遇到老六 S686挺好玩的,而且太便宜了 伤害可不低 差一点点200万,再来一次 又遇到一个好复活点 离地铁这么急 还是抓紧时间直接过去 又是第一个来的兄弟们 这也太轻松了吧 竞争对手都没有 所以这游戏复活点太重要了 真正可以天生快人一步 炭子打辐射区和真生子弹 nice,还是那个方法 开完直到的五个箱子也快来人了 既然喷子射程不行 就等敌人自己松上门来 这样赚钱很简单 很快就签完 还是这个地方 百事不爽 别人想偷袭我都没办法 既然还没来人 我就继续了 这把又是这么费 200万没问题了 等等,来人了 不开了 把他解决再说 直接就看到了 小山头呢 真浪 我要是没空 他分分钟成河 现在没办法 等机会吧 毫无防备之心呀 他不会要开武器箱吧 还真是 那可不行 过来打我可以 箱子绝对不能碰 就差一下 榴弹飞的太慢了 他去哪儿又不好 看 这波趴着要把他放走了 不是吧 他还来 太欺负人了 没把我放在眼里头 那箱子有啥呀 这么执着呢 难道 要过来 别走啊 什么情况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他又去了 只是看我只能用榴弹 拿捏我呢 命中 一次又一次的 耍猴呢 榴弹都快没了 终于来了 他终于上钩了 这么远也打不着 就得等他进来 剧情又要重演了 一样是六级 一样没把我放在眼里 杀来了 看看这个会走哪边 我轻声辩位 他别想偷袭 不走寻常路啊 但是都一样 苗我呢 根本不给他机会 又是加了一发榴弹 悲剧果然重演了 可惜这个没爆红 算得运气好 就这么几个四级的 跟没掉一样 应该不会再来人了 开玩走人 搞定 时间也不多了 返回吧 真好 一个老六都没有 就说得超两百万 比上马打了个六级甲还多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